煮料,猪肉皮380克,辅量,酱油,盐,香醋,蒜,香油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在超市买的煮肉皮,将肉皮洗干净,放入两水锅中煮,煮开后再煮3分钟,捞住肉皮,不烫手时将肉皮上面参与的肥镖用刀片下去,肉皮要片一片从锅里捞一块, 因为肉皮全部捞出来,两了变硬了就不太好拼了,再换一锅清水,将片好的肉皮再次半锅里煮开锅,肉皮上面的油也就煮干净了,而且肉皮又变软了,将煮好的肉皮震热,在非常柔软淘切的时候,全部切成细细的小短条,以此可以多处理一些肉皮,全部切成小细条,分成每100克一份,放入保鲜袋冷冻储存, 用之前拿出室温解冻,就可以放入豆浆机做皮冻了,非常方便,取100克处理好的肉皮细条放入豆浆机,在放水,水放到上水位线的位置,选择无补豆浆功能,启动,20多分钟,经到滴滴的提示音,皮冻就做好了,将煮好的皮冻倒入容器中,晾凉后放到冰箱冷藏, 直到完全凝固,将凝固好的皮冻倒出,切成薄片,摆盘,将蒜切成蒜末,加入酱油,香醋,香油,调好料汁,将料汁倒入皮冻上即可食用,烹饪器条,皮冻最好是晚上做,冷藏一夜就完全凝固了,非常的Q弹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